Hello,Mass学院的小伙伴,大家好,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你们的讲师King 这一次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JavaScript这样的一门技术 那说到JS呢,可能做开发的同学也用到过我们的JS 那它属于我们这一种客户端的这样一个剿分语言 那这两年呢,我们的JS这门技术呢,也使用率越来越高 而且它的排名呢,也越来越往上 特别是有了我们的WebAPP之后呢,我们的JS使用率也是更加的广泛了 所以说这一次呢,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我们的JavaScript 可以看到我们的桌面,也给大家列出来了,深入浅出JavaScript 所以说本门课程呢,不论是否有基础的同学呢,我们都可以来学会 那在这一次课程中,首先呢,我们也是会讲解JS这样的一个历史 包括讲解一下我们JS最基本的,像我们的JS的一个使用 包括我们的这个变量,以及我们的JS中像学到的这个运算符表达式 流程控制,函数,这样一些基础的内容我们会有 那像一些高级的内容,我们也会有,像对象呀,书组啊 包括我们的正则表达式啊,以及像我们JS中的DOM啊,BOM啊 包括事件这样一些处理,那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像JS的优化 这样一些比较高级的技术 那还是来看一下,首先我们从基础开始来学起 在这呢,已经给大家列好了这样一个 那XMAN的这种思维导图的形式 给大家列好了我们每天要讲的一个内容 每节课要讲的一个内容 那这样呢,也有助于大家啊 在课下进行一个回顾 包括,其实呢,用这种形式来学习也是比较好的 大家也要尝试着通过这种思维导图的形式 来总结我们学过的内容 要学会自己来画 好,闲话少说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JS 那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我们的JScript 在这可以看到JScript呢,是我们网警公司 为我们Navigator浏览器开发的 它是我们HTML文件中的 显示在我们HTML文件中的 一种脚本语言 这块答错了啊 显示 HTML文件中的一种脚本语言 它就能实现我们网页内容的一个交互显示 其实呢,可以看一下 像我们Math网 打开Math之后 你看到在这个首页这一块 是不是可以有这种轮换的 你点一下这个点儿 它进行一个交换 这样一个轮波图 我们就可以通过JS来实现 包括你看到的这种效果 我们通过JS也能实现 像这种形式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通过JS完成了用户 完成了网页和用户之间的这样一个交互 所以说我们的JS呢 有了JS 你的网页就可以动起来了 这样的效果 好,那接着再往下看 首先呢 当我们用户在客户端 显示我们这个网页的时候呢 浏览器就会执行我们的JS的程序 那用户通过我们的交互操作呢 也可以来改变我们网页的一个内容 来实现我们这种HTML语言 无法实现的一个效果 其实呢 在这个简介中我们了解到 JS属于我们的客户端上的一个脚本语言 是由我们的浏览器来执行的 好,那其他的更多的关于它的历史呢 其实在这块就不用给大家介绍了 包括它的发展史啊 这个大家可以想知道 百度一下也可以知道 那接着再往下 你想学习我们的JS 那我们如何来使用我们的JScript 在这块看到 可以通过三种形式来进行一个使用 那第一种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Script的标记 在里面呢 直接来书写我们的JS 其实呢 我们在学HTML的时候 我们也写过这样的标记 对吧 也在我们的超链接中 其实也写过一些简单的JS 那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先通过第一种形式 通过在我们的Script的标记中 直接编写 就可以写我们的JS代码 好,在这呢 我们可以用到的这个IDE呢 和之前不太一样 可能之前呢 我们写P2P的时候 用到的ZenStudio 那这样的IDE呢 也比较好用 在这呢 向大家再推荐一款 有一个HBuilder 它其实呢 在编写我们的H5 包括我们的这个JS 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好 也是一款编辑器 也是新出的这样一个编辑器 HBuilder 那现在呢 大家可以下载去 下载一下 可以进行一个尝试 当然呢 你说我就通过一个其他的编辑器 可以写吗 也一样的可以写 那第一种方式我们说了 可以在这儿通过Script的标记 Script的标记 接着在这里边呢 就可以写JS代码 你可以给它这个type属性 写或者不写都可以 Text JavaScript 在这里边最简单的 你可以Alert一下 弹出一个警示对话框 弹出一个My子学院 JS课程 开始了 JS课程 开始了 小伙伴快来学吧 接着你保存之后 Alert S-C-R-A-P-T 这个标记写错了 P-T Alert弹出一个框 其实在这儿呢 你看保存完之后 它自动的就可以弹出来了 My子学院JS开始了 然后这是我们通过 它内置的一个浏览器 通过边改边看的模式 当然呢 你说我不使用 这个内置的野形 我们可以直接 一点这个小圈 就弹出来了 My子学院 JS课程 开始了 这样的效果 弹出这样一个对话框 那现在你看到 我们第一种方式 使用的JS 是不是直接 通过这个标记中 来写的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形式 那第二种再看 第二种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引入外部的JS文件 也可以 可以通过Script的标记 来引入一个外部的JS文件 假如说我们要完成 某一些公共的 公共的这样的JS 包括以后学到的函数 这个效果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到 我们的公共文件中 接着通过Script的标记 也能链接到 我们外部的JS文件 那现在你看一下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第二种 在这块 我们可以建一个文件夹 Script 接着我们来一个JS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写一个 Test1.js 它的扩展名 是JS .js 结尾 接着点完成 在这里边呢 就可以来写上一个 假如说我们写上一个 Document .write This is a test Document.write 其实就是 像我们的浏览器中 写了这样一句话 那现在我们想写是它 可以在下方 通过Script 来引入一个 script src 目标文档的 UIL 写上一下 script下的 对 test js下的 test1.js 当你写完之后 我们再来运行 写下新 开始之后 This is a test 是不是已经 显示出来了 这样的效果 This is a test 这就是证明 通过我们的 Script的标记 链接到了我们的 外部的JS文件 也是可以的 那接着还有第三种方式 其实这第三种方式 我们在讲HTML的时候 应该就已经使用过 可以作为某个元素的 事件属性 或者是我们超链接的 HIEF的属性式 那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写一个简单的案例 在下方 我们再来一个超链接 HIEF 我们可以写JavaScript 接着写成一个简单的 我们想弹出一个 确认框 Confirm 您确认 您确认 要报名 学习 JavaScript课程吗 好 报名 接着我们来运行一下 刷新 一点报名 是不是弹出了一个 您确认要报名 学习 JavaScript课程吗 你可以点确定 就代表我报名了 否则你可以点取消 就代表我没有报名 这样的效果 你看到这一次 我们是不是在 HIEF的属性中 作为它的属性 来写的这样一个 简单的JS代码 当然呢 只写一行 你可以省略这个分号 是没有问题的 那同样的 我们也可以作为 某些元素的一个 事件属性 我们可以写个P标记 ClickMe 接着在这给它来一个 Unclick Unclick事件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写JS 或者是调用一下 其他的形式 也可以 你可以写个JavaScript 直接弹出一个框 Hello World 也可以 我们接着再来运行一下 刷新 ClickMe 弹出一个Hello World 点的这个元素上 就可以弹出 执行这样一个 弹出框的效果 也可以 三种方式 我们都可以使用到 我们的JS 这是使用JS的 三种方式 好 会了使用JS 我们也写了一个 简单的JS 效果 再往下看 有的时候我们在看 别人喜欢的JS文件的时候 可能看到过这样的形式 对吧 它是通过Script的标记 在这里边直接写JS代码 但是看上方 是不是多了一个 像HTML注释一样的内容呀 对 它这样写的时候 就防止了 假如说我们的浏览器 某个浏览器 如果禁止了我们的JS 或者说不支持我们的JS 这时候 它其中的JS代码 就不会被执行 这也是 这两个标记的作用 那如果说你的浏览器 支持我们的JS的话 那这个HTML注释 它就会忽略掉 我们这个其中的HTML中注释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你也可以再写JS代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 在它的上方 加上一个 坚果号碳号 杠杠 接着在它结束的时候 来一个斜线线 其实呢 这属于我们JS中的注释 那在这呢 这属于我们HTML中的注释 如果你的浏览器 要不支持JS的话 那其中你写的这个JS代码 就都会被平移掉 那如果您的浏览器支持我们的JS的话 那这一块呢 它就不会起作用了 它自动就忽略了 那在这块结束标记 同样的已经被注释掉了 代表支持我们的JS 这也是我们所说的 这样一个代码屏蔽 好 那了解它之后再往下看 如果说我们浏览器 要不支持JS的时候呢 其实你还可以把它 放到我们的Nowscript里 可以告诉一下 您的用户 您的浏览器 不支持JS 您也可以把它放到 这样的标记里 在下方 假如说我们可以再写 写一个Nowscript 在这里边 可以告诉用户 您的浏览器 不支持JS 请更换查看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当您的浏览器 要不支持JS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 就跟我们浏览器 不支持框架级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写到 NoFrames里 是一样的效果 那这一点呢 大家了解就可以 好 接着再往下来看 都是一些基础的内容 再往下 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JS的一个基本语法 像想学习 跟我们学习 这个PeerP中的基础一样 你要想写我们的PeerP 也要了解我们的PeerP的基础语法 同样的 在JS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要了解 首先要知道 我们JS的一个执行顺序 因为JS是由我们的浏览器 来进行执行的 而且呢 你也是把JS写到 我们这个HTML文件中 所以说它的执行顺序呢 也是按照在我们的HTML文件中 出现的顺序 依次来执行 那接着也可以知道 如果说你要需要 在我们的HTML文件中 执行函数 或者说全局的变量 那最好呢 要把我们的JScript 放到我们的HTML头部中 这个呢 以后我们也会说到 但是呢 你可以写到我们的这一块 你看 刚才我们写到是Body里边 当然呢 你也可以把它写到我们的Script里 如果说你想执行一些 像我们的这个全局函数啊 包括 想在我们这个开始的时候 你想引入某些文件呀 你就可以放到这一块 放到我们的头部中 也可以 在这呢 来写JS的代码 也行 这是一个 这个呢 之后我们会说到啊 再往下 还需要知道 我们在写JS的时候 它的大小写是敏感的 它是严格区分 大小写的 像我们刚才写到的Alert 弹出一个框 那在这呢 如果你写的一个 大写的Alert AA 当你运行的时候 就会报错了 你看 我们刷新 刚才的AA 是我没有弹出来啊 同样的 如果你使用内置浏览器 好 接着 没问题 在这你看 Alert AA 是不是也没有弹出来啊 对 这样的效果 它是严格区分 大家写的 包括你写一个 Document .write 随便写的 也不会被执行 也不会被执行 因为它是严格区分 大家写的 有一点不同 都不可以 接着再往下看 还需要知道 我们的JS 默认会忽略我们的 空白幅和换行幅 那你看到这儿 我们给大家写了一个 备注 我们的JScript 会忽略我们的 关键字 变量名 数字 包括函数名 或其他各种元素 之间的空格 包括置表幅 或换行幅 所以说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 缩近 或者说换行 来使我们写的代码 可读性更高 让我们的代码 更加整洁 有的时候 你可以写到一行里 你也可以写到多行里 但是为了我们的可读性 尽量的 不要都写到一行里 好 接着再往下 还需要知道 我们JS语句的 一个分割符 默认的 我们使用分号 当作我们一个语句的 结束标记 当然呢 你可以写这个分号 也可以不写 如果你不写的话 默认的 它这一行 在结尾 也会给你 填上一个分号 是以行为单位 加上一个分号 但是呢 如果你说把多个语句 写到一行里的时候 这个分号就不能 省略掉了 我们可以再来写一个测试 来写一个test2 你可以在这来写 script 写成一个document 或者说你生命一个变量 之后都会学i 那这时候你可以写分号 也可以不写 或者说我们直接写 document.write 写成一个aa 你可以写分号 也可以不写 保存 你看aa出现了 接着再往下方 我们可以接着再写 document.write 再输出一个换行 一个换行 接着你可以加分号 也可以不加 现在你不加的话 效果也一样 再写一个bb 保存 你看 它也换行了 但是如果你想写到 一行里的时候 假如说我们再写一个 doc cdocument.write ccc 接着再document.write ddd 保存 这时候 你看是不是就没有出现了 没有出现 证明什么了 已经报错了 报错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来运行一下 在这里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错误 我们可以点右键 审查元素 点console 对 你看到多少行报错了 第12行 它告诉你哪一行报错了 这一行报错了 对 因为缺少什么呀 缺少了我们的结束标记 虽说我们可以省略 这个结束符 但是 为了你代码的一个 良好书写习惯 尽量的不要省略 这个结束标记 包括以后声明变量 有的时候 特别容易出错 而且这种错误呢 还不容易察觉 假如说以后你写函数的时候 你保存之后 加持分号了 其实你写到一行 也没有问题 当然呢 不建议大家都写到一行啊 好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那接着再往下看 还需要了解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 最后一个语句的分号 是可以省略的 但尽量不要省略 刚开始我们都写的一行 当然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花口号 扩成一个语句组 形成一个block块 这样的形式 像以后我们写的f呀 包括函数啊 都可以拿一个花口号 来扩成这样一个语句组 在里面呢 就可以写成一个代码段 就形成了一个block块 接着再往下 假如说我们在一行代码中 你需要对代码进行折行操作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通过反斜线 对代码进行一个折行 可以看一下 假如说一行代码太长了 我们想进行一个折行操作 你可以这么写 到这儿了 我们想折行 你可以写上一个hello 接着在下一行写word 你说我直接回车 加一个分号 这时候就有语法错误了 你想折行的时候 可以在后面加上一个反斜线 再保存 这时候你看 就没有出现了一个错误 通过反斜线 代表我们的折行操作 对你的代码进行折行 在这儿呢 你再写word 效果是一样的 helloword 在上方我们再来输出一个 br 好 helloword 对代码进行折行操作 通过反斜线来实现 接着再往下 还需要知道 我们js中的一个注释 其实我们已经写过了 写过我们的单行注释 和多行注释 和我们的这个 pp中差不多 单行注释呢 通过两个斜线进行注释 那多行注释呢 我们可以通过斜线 信号 信号 斜线 再加上我们的注释内容 也可以 来可以实验一下 假如说我们想把它注掉 可以写两个斜线 JavaScript中的单行注释 多行注释呢 通过斜线 信号 信号 斜线 加上注释内容 就是js中的多行注释 这两个呢 比较简单 不用说 那接着再往下 最后一个内容 可能在这说一下 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 因为我们还没有学到 像变量呀 函数啊 跟名称有关的 在这块 需要了解一下 我们这个JavaScript中的保留次 你看到给大家列了这么多 这些保留次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在我们命名的时候 当你给这个变量 或者说当你起标识符的时候 尽量的避开我们这些保留次 否则呢 就会引起冲突 引起起义 会报错 那这一块呢 大家就看一下就可以 在脑袋中有个印象就行 不用刻意的去记 等以后起名字的时候呢 也会给大家强调 尽量的起一些有意义的名字 这样呢 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冲突 好 那接着再往下 再看一下 刚才我们向文档中 写内容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 document.write 向我们的文档中 书写内容 你看我们写过一些文本呀 写过标记呀 都可以 同样的 也可以向我们的控制台里面 来写内容 可以通过 consult.log 向控制台来写内容 那哪是我们的控制台呢 其实刚才已经带着大家看了 这一块consult 这就是我们的控制台 你看你刷新一下 你想这个向控制台中 输出一些内容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consult.log 来记录一下 我们的日志 或者输出 可以这么来写 consult.log 写成一个 向控制台 中书写内容 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调试方式 接着你看 在控制台中 我们一刷新 就会看到 这个内容 这是你刚才 刚书写的 通过consult.log 你也可以这样来写 consult.log 出现了一个 AA 这样的效果 那之后呢 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文件中来写 也可以通过我们这种控制台 包括我们的火湖的firebug 都可以来尝试我们的js代码 当然你就可以不用通过文件了 直接在这块来写js也行 但当我们写大的内容的时候呢 还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文件来写 这样的输写方式比较舒服 好 那今天在往下 最后需要了解一下 最后一个内容 在我们js中 我们可能看到一些错误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语法错误 那第二个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逻辑错误 那语法错误呢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控制台 来进行一个调试 那这种逻辑错误呢 这也是最不好调试的 这个呢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呢 这个没办法 多遇到错误 多去解决 这样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会上来了 那在这里边呢 我们也提供了 很好的一个函数 其实呢 就是我们之前学过的 alert 弹出一个框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进行调试了 看到这儿 能不能弹出来 弹出来之后 证明之前没有问题 多alert 就可以解决 我们这种逻辑错误 那这两种错误呢 也是以后 在我们的这个课程中 我们遇到的时候 我们教给大家 如何来排错 那慢慢的 大家的排错能力 就会上来了 那像这种语法错误 直接就可以看出来 想要说我们在这写一个 Docu MNT 点 write 好 你就少了一个 夸括号 这时候就报错了 在控制台中 你一刷新 它就会告诉你哪错了 按 Excepted And of Input 它就会告诉你 一点他 就可以看到 这一行有错误 那现在你是不是发现了 少了一个 对 括号 这是我故意写错的 那你就可以通过控制行中 来调试你的错误信息 这样的效果 包括假如说你要直接 alert一个 看 alert 变量 test 现在这个test没有定义 这时候你看 alert一个test 在这块也看到了 test is not defended 未定义的变量 在这儿是不是也出错了 也没有弹出这个框 可以通过控制行来进行一个调错 包括以后逻辑错误呢 我们直接可以通过alert进行一个调试 也可以 直接在下方 达alert 这个比较简单了 this is a test 这是没有问题的 弹出一个框 this is a test 这样的效果 在第一节课中呢 其实主要大家 给大家讲了一些 比较基础的内容 让大家对这个js 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包括如何来书写 来使用我们的js 以及书写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等到第二节课的时候呢 我们就从我们最基础的开始 来学一下我们这个js中的数据类型 包括我们变量的一个使用 在js中同样有这些内容 那这节课下来之后呢 大家可以把准备工作 做一些准备工作 像我们这个编辑器呀 你要下载好 像我们这个xman的呀 也都会发给大家 大家也按照我们这种形式 跟着老师一起来做 这样呢 学习效果也会比较好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